就是我們首創 就是把這個當世靈他的實境權畫圖 我們把它重新詮釋 然後成一件作品 然後結合和當世靈的北京聊山景園 呈現那個這個 就是不願聊過的江土開過 形容你江土人開過的意思 然後加上這個實境權 代表說你的那個東城圓滿 那我們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設計上 我們就你看這個實境權 他這個就是 那個清朝秦隆皇帝人 他最愛的十雕狗 他親自命名的狗 然後由郎士尼來把它畫成似乎化 然後每隻狗他都有他的群上的含名 像他這個狗他就群比較 真情猛獸的很吉祥的名字 比如說這個雪爪人 這個爐 他在那個東漢到唐朝獸 是一種國藝的遊戲 然後他比如說代表那個 我們骰水點住 他是全黑 全黑代表最盛 所以他把這些狗代表 最盛的一條狗 和這種吉祥的採用在裡面 那比如說這個滄水球 球就代表 實際上那種在水裡面 沒有角的狗 他是那種象徵 吉祥的意思 然後這班旗的標 他這個標就是 那班旗代表說 他是花文的粉 是很特殊的一條狗 像以前古代那種 斷井是很珍貴的那個材料 所以把這個狗形成是很珍貴的 那所以我們就把他集合在一起 就象徵說 象徵說這十條狗 在這個開槍屁肚 公公成員之後呢 就欺定神前的那種 的那種情形 把他呈現出來 那因為我們今年是忘腹年 所以我們在忘腹這部分呢 就以狗來呈現 就代表忘你的事業 忘你的運氣 忘你的財運這樣子 來呈現 那我們在公寓上 其實我們有做很大的突破 因為以往 這個立體的雕塑呢 我們這個燒成很難 所以中間都會有做一些支撐 那我們這個有突破 你看前面這個狗 他完全是四隻腳站起來 腳這麼細 他是很難燒成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公寓上 基本上也做了很大的突破 然後我們在這個色彩上面 就是我們有分 在這麼短的景深裡面 我們把這個色彩 有做前中遠的景 這樣的景深 把它呈現出來 就是我們用淡彩的噴灰 然後用彩來堆一點 這樣來呈現 然後他其實在背後 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這故事是來自我們的總裁 陳彥先生 他是浮門大學的校友 他因為他敢念那個學校 要回歸學校 然後也是基於基督的信仰 所以他特別花了 一個工程 打造了一個 古代醫院生命之術的磁牆 然後這個磁牆 有三米高 十八米寬的一個磁牆 設計 然後設計在醫院呢 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磁牆 能夠讓醫院更有生命 然後醫院治病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藝術可以依心 所以這背後 然後我們這件作品呢 就是說延續那個磁牆 他 就是我們所 所販賣的這個銷售的 金人反正是三十 會再回饋給醫院 捐贈給兒童醫院裡面 然後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愛心的裡面 實踐 然後實際回饋到這個社會裡面去 所以我們這件作品是 背後非常有意義感的 實際回憶... 你不可以把這件作品 不可以讓你做 坐一會兒 站在鼓子跟老闆 感谢观看